現在我們就個人設計 孩子讀了MYP之後 他會不會因為這個有一些學術過多 比如說我小孩子對化妝品特別有興趣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就一直玩化妝品 各個領域都不可能是這樣 化妝品他還要學化學 不然他總有一些調配 或者是說你學餐飲的 你要學營養學等等 所以每一個領域裡面 其實都有一個學術的意義在 所以比如說你的孩子就是喜歡體育 他喜歡體育他也總不可能都對物理 對什麼那些不瞭解 所以都有一些學術的成分在 所以這個是IV課程的精神 那DP呢他有六類 有三個核心群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部分 我們說TOK CS跟E 其實這三個東西在現在的名道 或者在現在的GCP都有 因為比如說我舉這個CS好了 Creativity Action Service 我們現在在學校做的就是 戶外教學社區服務 剛剛觀眾也秀了很多照片 其實這些就是要學生採取行動 你不是只有關懷 你不是只有mental去做這件事 你physically你還是要走出去 真正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再去因為你這些參與 你寫一個報告 就是論述你自己 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 然後有一個成果等等 具體的貢獻 所以這個是課程的架構 那剛剛講到這張的時候 我就問孩子啊 我說你們這個是IV 學習者的十種特質 我說那你們是不是這種人 Open Minded 心胸開放的 他們說是 Fusible 是我規律的人 是 reflective 很喜歡反思 是 每一個他們都說是喔 勇於冒險 思考者 關心別人 溝通者 詢問 喜歡問問題的 知識豐富的 還有平衡的 我就說平衡的 不是你喝醉酒的那個部分 是你又喜歡運動 可是你也喜歡鼓鼓 這種 不要當 你不會只是偏才 你可能盡量是同才 類似這樣 好 所以呢 我們希望辦IV 讓國際部的學生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為呢 他們有這十種能力 他們時間管理很重要 小孩子會自己把他的時間規劃好 再來IV文明 含金量高 我們去台北美國 學校參訪的時候 他們特別跟我說 pr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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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IV student 可是你仔細去查 所有的零效幾乎 IV的學生的入取率 都比一般學校的入取率高 好 這個是他們喜歡的 通行全球 各國精華 然後上大學之後 是一年好 甚至可以直接跳大二 那意思就是 如果你去美國就說 好 一年兩百萬 對不對 你把這一點兩百萬 省下來 其實 這個 這個 重點還不錯 好 所以呢 大概是IV一樣 一個這樣的介紹 那我們的學生 到底有沒有能力去進入IV 因為根據幾年以來 我們的榜單 其實都還不錯 華盛頓大學 然後這個是 康奈爾 UC Berkeley UCLA 南加大 TUPS 密西根大學 波士頓 好 這些美國 紐約大學等等 這些都是很不錯的學校 然後呢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是除了美國之外的 日本 WASEDA是找到田 雪梨大學 其實這個我還沒有很更新 因為澳洲我們最近 那個莫爾本大學 有四個醫學系的 所以如果各位的孩子 有希望要走醫學 因為美國法國主義 他不太讓你讀 他都是prevent 你要讀醫學系 就要到研究所之後 可是澳洲 莫爾本大學 他是OK的 所以如果你有希望孩子走醫學 莫爾本大學是一個很好的考量 好 英國就是約克大學 倫敦大學 然後呢 這個博明海等等 這些都是很不錯的學校 然後Parsons是藝術的 那個決戰時裝師展台 那個節目有沒有 他的錄製的學校就是這個 所以大概就是說 每一個孩子他的特質 他希望走的領域 我們盡量都照顧到 但是重點是不要讓這些孩子 素材、事快、現實 為了考試而目的 讓他在這六年發展成一個好的人格 變成一個願意幫助人的人 這個地方才會改變 OK 所以這是我跟各位的分享 好 謝謝